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是中国的残忠出祖 少林寺是中国残忠祖庭 少林功夫在少林寺也有1500年的历史 英文坛寺庙规模很大 深重很多 不妨有很多炼污的圣人来保护史禅 为少林寺看家护院 逐渐形成了有体系 有传承的少林功夫 因为少林寺它是禅宗祖庭 是一个很著名的禅宗寺院 所以少林寺的圣人 深重你 一餐餐 诵经为主 练武术是少林寺一部分圣人的事情 无论少林武术你 少林功夫你 达到一定的境界 必须要修餐 必须要诵经 没有经书上的智慧 没有餐的境界 少林功夫也不可能达到很高深的层次 所以圣人之孤以来 有餐餐 练武 练武 餐餐的习惯 用餐食 餐饮作为文化来说 它是孤印度的佛教信仰和修行方式 跟中国的哲学思想 道家文化跟儒家的文化 相综合形成的中国餐 这种餐饮是中国佛教最大的一个宗派 也是贯穿了整个佛教的一种修行华门 在中国佛教号称八大宗派 每个宗派里边都离不开餐 不管是念佛 还是持咒 还是诵金 还是杜金 这种他都追求的餐饮 追求的餐饮也就是餐饮本质 出家人追求的本质的工夫是餐饮的工夫 因为餐饮工夫又派生出来很多工夫 少林寺的武功 少林寺的中医中药 少林寺的建筑 雕刻绘画 雕塑 这都算是以餐为核心的派生出来的其他的艺术门类 包括工夫门类 所以少林寺的圣人追求的中医目标就是产典 就是疗成脱失 少林寺的医学现在国内包括香港和世界各地 这个镇骨 镇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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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达损伤 很多个门类都与少林寺有关系 少林寺的跌达损伤 镇骨 在中国中医门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流派 对中国的中医中药贡献很大 从少林寺的文献记载 先有少林寺 后有少林武功 因为少林公务种类很多 少林公务分成若干戈门类 比如有六合门 专门练像六合圈 六合棍 六合枪 这是六合门 像七姓门 七姓棍 七姓剑 七姓拳 这是七姓门 还有鸿门 大鸿拳 小鸿拳 这是鸿门 罗汉门 有罗汉棍 罗汉拳 罗汉拳 等等 在少林寺通过几年的时间研练 少林寺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武术流派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武功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众生的因缘 福报 废根都不一样 所面临的问题 所经受的阅历都不一样 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边 都可以误导 都可以误导自己所需要的事情 这是我们希望大家留心 只要是留心的话 都可以误导人生的真谛 道就是一种方法和途径 就是一种智慧 只要有智慧的人就会圆容 圆容的话就会亲近 就会自在 就会欢喜 这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 用少林寺的竹子结构跟其他的大的寺庙基本差不多 中国的餐中寺庙 它是通过历史上 几次大的改革 基本上都形成了有固定的一套丛林制度 丛林清规 最早是愿于唐朝 白让 立清规 然后在历史 元朝 历代都有修正 基本上是一套清规 一套清规 一套制度 在全国各大寺庙都差不多 管理体制 有一个分工很明确的 丛林里面以知识会为主的一个管理核心 知识会里面有方丈 四大扳手 八大知识 下边还有一百单八头 做饭的叫换头 就是打扫卫生的叫尽头 干净的尽头 种菜的叫菜头 就是每个位置都有分工 每个位置都有一个负责任 分工非常明确 非常具体 都是各式气质在管理这个寺庙 管理这个丛林 这个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 没有变过 全国基本都差不多 根据寺庙的情况 可能有些会突出自己的特色 像少林寺一样 它是一个子孙庙 子孙庙它借鉴了中国世俗上的 世俗上的一些家庭的一种管理体制 管理方式 就像少林寺就是一个大的家庭一样 夫夫自治 自治孙生 去到一块生活 就这么一个情况 在寺院里边没有温生跟无生的区别 根据他个人不同司机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需要 由课堂里边 统一调整 统一安排 就是八十年代初年 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 当时拍出了一批好的电影 少林寺电影算其中的一部 二十几年之后 中国又进入新的一轮 这个文化大发展时期 英皇偷巨资 又拍出新少林寺 我相信今后几年 少林体裁的电影电视剧 还会很多 这对传播少林文化 传播中原文化 传播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 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我们希望大家带着一颗虔诚的心 一颗慈悲的心 一颗平等的心 来看待少林寺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看新少林寺电影有所感悟